海外不同族裔的團體 紛紛在中共百年黨慶當天舉行抗議活動 在紐約多個團體來到中領館前 抗議中共百年為害 還有人向中共送上特別的大禮 來看報導 100年紀錄 祝勇 100年紀錄 祝勇 消耗CCP 來自中國 緬甸 西藏 香港等地的民眾 踢著喇叭 對著中領館高喊口號 呼籲結束中共 是 這是一個可恥的日子 一個悲哀的日子 一個憤怒的日子 中共危害中國人 危害世界100年太長了 有港人在中領館門口撒紙錢 流亡美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宋恆表示 將會積極遊說 加強美國對香港政府和中共的制裁 包括可能制裁那方面 甚至乎是一些實際上的措施 任何措施能夠支援到 現在香港人 遇入香港民主運動的東西 我們都會努力地 和這裡五百多個國會議員的辦公室也好 和Homeland Security也好 和State Department也好 去繼續溝通 有來自中國的民眾與惠 希望華人民眾認清中共不等於中國 反抗中共人人有責 這不是如果會發生 而是我們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 就像我剛才說的 就像天安門上騎自行車 很多人看過的那個錄像 這就是我的責任 在早些時候 還有團體來到中領館前抗議 並向中共送上特別大禮 在哀樂的伴奏下 抬著一口覆蓋黨旗的黑棺材 送到紐約中領館門前 並以首次黨旗助興 新唐人記者柯廷廷韓瑞 紐約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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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